哈喽 大家早上好 又是我啦 我是Vinut 我是一名体型管理教练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 关于信念的东西 为什么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减重 也可以帮助我们健康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今天会讲的 这个是前一段这日子 其实我的脚曾经也受过伤 不是脚啊 就是我膝盖 就是从很小的时候有不小心扭迫 所以我每一天 当我一做运动的时候 因为我很担心做运动 怕做什么运动尤其是深蹲 所以我每一次做深蹲的时候 我的一个想法就会跑出来 说我的脚会痛 我的膝盖会痛 不是我想而已 而是我从我讲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告诉大家 我也是告诉别人说 我很难做深蹲的因为我做深蹲每一次都痛 因为你的信念告诉你 你会痛 所以每一次你都吸引这个膝盖痛的问题 来到我的身边 感恩我的前一段日子 前几天 我的老师 感觉我们的总教练 就有告诉我要去感恩我们的身体 所以过去我都知道要去感恩身体 感恩健康 才会得到更多的健康 可是我没有去察觉到原来 我的这个问题 原来是在我的潜意识里面 原来我没有放下这个东西 原来我还在纠结这个东西 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有去察觉 察觉嘛 察觉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你 就是你已经觉知 你觉察 就是你有去觉察到这件事情过后 第二个你就 接纳 接纳 然后放下 过去的我 我有觉察到 觉知到有这样子的 一个 讲痛的问题 我都有告诉我自己 应该有方法 可是原来 我是没有接纳到这个痛 我没有去 接纳它 告诉我 因为为什么呢 你的身体 其实每一个痛 都是来告诉你 你的身体出了状况 所以 你又不去理它 所以它会 因为你的器官 是不会 以其他方式告诉你的 它只有用痛 来告诉你 所以我的膝盖痛的问题 其实我有去查过一些东西 其实是跟我自己的性格 可能还没有放下 比较固执 可能就是 别人讲的一些话 会比较 自我的 那个 自我的 我所谓的自我 比较自我 可能某些东西比较自我 所以导致这个问题 一直在重复发生 因为我去看过 看过铁打 全部都看过了 可是都没有事情了 OK 可是每一次做运动 或者是 当我 一压力还是什么情况下的时候 我很混乱的时候 这个脚就会痛 就会来 甚至试过上楼梯都会痛 OK 所以感恩 老师 告诉我们 要去感恩身体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去感恩我的身体 感恩我的身体 如果我认识我的朋友 或者是我俱乐部的朋友 他们都知道 我通常都会叫他们 每一天早上都说 一个数算恩典的事情 这个跟宗教没有关系 可是 它是让我们去感恩 每一件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 早上数算恩典 数算你过前一天 到底有什么事情 是可以让你去感恩的 OK 当你写下的时候 我应该是从那一天的隔天 开始在写数算恩典的时候 我就去感恩我的膝盖 其实它本来是痛的 不是很痛 可是是有一点点痛 OK 所以我去感恩我的膝盖 感恩膝盖 感恩我的膝盖 承受我的体重 你们知道吗 其实膝盖 为什么说超癌 过重的人 膝盖通常会痛 脚板会痛 因为膝盖其实是承受 我们的身体的体重 7倍 试想想下 两个膝盖 这样小的一个地方 可是它是承受你体重的7倍 所以如果是身边有朋友 是胖的 请建议他把体重减下来 OK 所以当时候我就写的时候 我就写每天感恩我的膝盖 问题 然后我也持续做了运动 大概5天的情况 膝盖也好像很好 所以我感恩第一个是感恩 我每天都有哪些 第二个感恩我的身体 可以让我去做运动 第三个就是感恩我的膝盖 每一天在承受我整个体重 OK 所以当讲回去 刚才 讲减重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痛 所以当它发生到痛的时候 我的脚开始有一点点痛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就告诉我的身体 感谢你 我去跟我的膝盖说感谢 你有没有曾经感恩过你的气管 感恩你的眼睛可以看东西 感恩你的鼻子可以嗅东西 感恩你的嘴巴可以说话 大多数我们都会设置一些 身体所当然 所以当他有痛的时候 我就去告诉他 感恩我的膝盖 你很感恩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东西 让我可以行走 让我可以支撑我整个身体体感 OK 所以他痛的时候我不去抗拒这个痛 过去的我是抗拒这个痛 我就说 我就会一个想法就会出来 为什么你又痛 OK 所以当你问为什么你又痛的时候 你就在责怪他 反而你没有去感谢他 他是来告诉你 其实你的身体出现问题 或者是你的心灵上面出现问题 OK 所以这时候我反而去感谢我的脚 我说谢谢你 让我支撑我的内力 所以我知道你痛 所以感谢你帮我做这么多东西 所以他不会立刻马上没有去 可是慢慢慢慢这样子跟他说 跟你的身体去沟通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个问题 会减少 OK 所以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会说呢 其实同样的 也是在 可以给适用于减重的朋友 为什么这样说 今天如果你要减重 你的身体一定有一个小神医 告诉你 为什么你要减 不用减 顺其自然就好 很多人说顺其自然 OK 可是你的意望 你知道你很想减 所以你的身体 一定有一个保护你的机制 就是他为了保护你 他一定不会让你去剪下来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告诉你的身体 你可以跟他沟通 感谢你告诉我 可是 你要谢谢他告诉你保护你 OK 然后这时候你就要向前卖一进 可是我知道 减重是健康的不二法门 是第一个健重 是健康的第一个要素 因为我们都知道 超重的人过重的人 是一定不健康的 OK 所以 讲回去这个是健重 所以还是有人会说身体健康 可能有些人 在有一些身体的一些状况 其实你的身体的状况 除了一些紧急的问题 你去看了医生过后 医生建议你过后 可是有很多的人 因为最近我们在看一些疗愈的书 OK 一些 可能他已经在治疗过程中 他已经治了很久 可是他都不能痊愈 他都不能痊愈 这时候你会一直看很多方法 可是这时候 通常有些人就会说 有些人就会说 没有不会好的啦 就是这样类似的话 都告诉他身体 他是不会好的 当你说不会好的时候 恭喜你 他真的不会好 不过你可以去查看看 到底你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地方 其实好像我们背后痛啊 颈向痛啊 就是我的肩膀痛啊 其实是一些压力啊 然后你的负担很大 你还没有放下家 你的一些负担 背后痛啊 就是后背痛 可能有一个是 缺乏金钱的经济压力啊 还是一个爱的血缘 其实很多都是你的身体 来告诉你 他出现问题的 可是通常 我们身为人 都 是这个 置之不理 OK 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对于你身体的痛 除了去看医生之外 其实你应该要告诉你的身体 你应该去检测自己 到底 有哪一个事情 是你必须去做的 你必须去告诉 去跟他沟通 感谢他 这一路来 你活下来的时候 他都一直在为你工作 你都没有让他去休息 所以感谢这些器官 所以你可以花一个时间 就是感谢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感谢你的眼睛 感谢你的眼睛 可以看东西 感谢你的鼻子 有嗅觉 感谢你的嘴巴 可以吃很多的东西 可以吃进三针海味 感谢你的胃 帮你消化食物 感谢你的双脚 感谢你的双手 所有从头到脚 去感恩 你的器官 让你的器官 去为你 去感谢他 为你工作了那么多年 OK so 谢谢大家 感恩 Thank you 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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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